韓國女星宋慧喬、劉嘉玲和嫻妃娘、蛇絲曼 這一齊出席護膚品牌展覽的揭幕儀式 穿著粉紅色短裙戴鬚美腿的喬妹 一現身就引起現場粉絲起哄 喬妹在台上不時撥頭髮鬚分隔 還有不少可愛表情 至於一身金光閃閃道場的嘉玲姐 日前就有傳聞說劇集《如意傳》 最初想找梁朝偉做男主角 但就因為嘉玲姐吃醋 不想老公和周遜同台 才令韋仔放棄這個角色 首先我想我要多謝大家對韋仔的口愛 這麼多女生喜歡她 還有我覺得我有這個決定權、選擇權 但我不會用的 因為我很尊重她在工作上的自己的一個決定 因為她這麼多年來 她都選得很準確 所以我覺得我只要在她身邊支持她就可以了 另外最近憑延禧攻略 嫌妃娘一覺而人氣急升的蛇絲曼 就連回到香港也有不少粉絲 昨晚發生了一個很有趣的事 就是坐夜機回來香港 有個空中小姐寫了一張卡在餐上 就說嫌妃娘用完善後 可不可以跟我們後宮的小主拍照 她們很可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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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們很可愛